位置在大澳農田村 今天跟着旅行团 他们正在进去大澳里 我就走出去影屋邨 真的很无聊 也不是的 始终我的频道是影屋邨 也是其中一个 做得最多的一个 topic 到底这里是怎样的呢? 我是完全没有 idea 我一点 research 都没有做过 如何也好,过来看看 浙滑梯,休息位置 今天,2023年 11月12日 时间2点07分 农田村 警察社区 联络办事处 有只蜜蜂 在我耳朵飞过 吓死了什么 天德楼 留意到是没有铁杂的 天赋楼 调校一下摄影角度 先调校一下摄影角度 OK 刚才好像怪怪的 好多单车 这里也有很多单车 很少看到一些村屋 只有三层 有个地图 看一看它有多少栋 路过蓝色的士 龙田村 旁边有个龙牵圆 那个不会拍的了 还有个天理圆 有个圆字的 通常都是居屋 来的 而这个龙田村 就是 公屋部分 天起 天贵 天财 天成 天父 天德 天福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栋 七栋 七栋 另外还有些 籃球场 幼稚园 幼稚园 地园 好了 继续走 刚才走到这边 到这边 这棵树 挺厉害的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我也会尝试一下 数一下康乐设施 即是那些 籃球场 羽毛球场 像拼球桌 尝试去逼自己 留意多一点点 这条村真的好有趣 只有三层高 第一次见了 幼稚园去那边 这边有个篮球场 OK 一零零 这边有些健身设施 遥遥马 走下 走下来 先走下来 看看去哪里 有个休戏 的位置 龙田村 这边 我时间就不算说好多的 我时间就不算说好多的 这边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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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慢慢拍的 都会比较容易拍摄 这是一个储存石游戏的一个仓库 这个方向入了去大澳的渔村 前面应该是居屋的部分 路过看看 看一看 那边是龙牵远 龙牵远 虽然我的频道 其实都有拍过不少居屋 但是 始终不是一个 最主要的 topic 明显地 其实我频道 居屋都少人看 通常是 真的有网友 request 我才会 特意去拍摄 又或者可能是 屋邨和居屋部分 实在是 很难去划分 那些可能会拍摄 当然 也有部份是特意去拍摄的 龙田村 是大澳入口 大澳入口 来的 我会把这些人放下来的 银入口 西方 是大澳入口 不是大澳入口 是大澳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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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的 刚才路过也看到有几个小屋 感觉像是一些商店 但不知为何没有营运 在很多不同的村里 例如衔径 有些类似这样的屋子可能是做食事的 这个方向 不算是 屋邨一部分 有图书馆 有士多 天菜楼 天富楼 真是很少见 这么 这么有趣 三层高 好有趣 感觉有点像屋邨的样子 后面有座山 它的有趣位置是怎樣呢? 你這條通道進去,左邊右邊就是他們的門口 然後有樓梯再上二樓三樓 而下一個單位就是由這裡進去 然後左邊右邊 所以它是沒有一條走廊位置在室內的 這一種設計是我走過這麼多條屋邨裏面第一次見的 非常獨特 所以現在是在室內的地方 所以我會看到一條條路 在室內的地方 如果是在室內的地方 就會有很多地方 所以我會看到一條路 然後是在室內的地方 就在室內裡 然後就在室內的地方 然後就在室內 再进去 基本上应该都差不多拍完了 1,2,3,4,5 这个位置刚才没有走过 中间棵树多厉害 偷懒走一段 去那边后面 转到那边后面 这棵树有点斜 天灵楼 有个楼字 一般都是居屋的 稍后再研究一下 似乎 不是啊 又有个软字 好了 先不要理它 等着 应该差不多了 我想偷偷地走一次 前面有一条 感觉很特别 留意到 旁边已经在家的门口 但是它就没有电梯的了 所以搬运车 方面可能都 有点麻烦 这里刚才走过的了 我今次走在最 外围先 留意到一个巴士站 就是 魔力的 味道 虽然是 散步 保持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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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基本上都走光了 目測只有一個籃球場 沒有羽毛球場 沒有BANBO桌子 按100 這個位置我蠻喜歡的 沒有羽毛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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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 很有趣 玻璃門 沒有羽毛球場 出去了 今天只是 純粹走過路 想拍攝 始終旅行團 要回到大澳 帶你去買海味 但這些對我來說 沒什麼吸引 所以我就來一隊 拍屋村 亂猜吧 我不肯定 亂猜 我猜可能 是當初 大澳 那些 彭屋 他們曾經 有一次火捉 可能火捉完之後 可能安置了某些居民 在這裏居住 會不會呢 純粹猜 希望有網友可以告訴我 真實情況是怎樣 為何會在大澳 魚香這裏 水香這裏 會有個 這麼有趣的公屋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 在這裏